农村小哥剪石头 我们广西北流的一个 网友拿来的石头啊 这一大堆都是他拿来的 之前帮他切了这一块 啊有些网友可能也看到了 他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的啊 然后今天呢 也给他贴这一块 这一块 首先看表皮的话 这边的腊极感没有那么重啊 然后这边的腊极感非常的重 但是从表现来看的话 他现在也是没有皮的嘛 透透的 可以看到里面的棉啊非常的重 然后这个石头给人的感觉呢 他的浴化度还是有 我们打个灯啊 像这个地方你看打灯 哇塞透光很大啊 然后整个石头看的话 他表皮有一点小孔的表现啊 里面撒眼可能多少会出现一点 但是这个石头他这么大 猎的话只有这个地方发现有一道 然后我也想就照这条猎给他来一刀吧 他这种也属于黄蜡石啊 黄蜡石的话 他一般都是棉啊比较多 这块看表皮的话 杂质的表现没有那么明显 里面的棉应该是很重 但是他这个棉的话 你要看他出现什么情况啊 如果里面干净 这个棉很像那个云层啊 他还是有一定的观赏性的 这个石头成败就只能看这一刀了 好我们给他装上机器 石头刚切了一刀下来了 然后解答一下网友的疑惑啊 有些网友说 你用什么机器切石头的 我们是用这种大切机的啊 它是用油来润滑来冷切来切割这个石头的 所以这种机器呢 切石头也能切那种25公分 都能把它一刀切下来 因为它的锯片是24的 用这种油切机切石头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切出来的石头啊 你看这个切面很平整 就好像泡过光一样的 因为它是用油来润滑的 所以切出来的切面啊 它就比较光滑 看着来就比较清楚 现在有些石头切出来 它里面哪怕有一点点的小杂质啊 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机器来切石头 因为切出来的画面 可以很清晰的展示给网友们看啊 好 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黄蜡石 看一下里面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时的瞬间啊 哇塞 这个切开的话 它里面的棉还是比较重啊 它并没有出现那种很杂的感觉 但是它这种棉的话 它也不美光 太多了 很密 它这个切开里面的话 杀眼也有一点点 这个石头 如果按行业来剪 它是报废了 没有加工的价值 如果是按你个人的角度来剪 只能说你喜欢就好 因为石头本来就是 一个娱乐 一个爱好 你怎么高兴就怎么玩的嘛 虽然说石头没切出一个好的结果啊 但是我还是想打灯 给网友们感受一下 那种爆炸光的感觉啊 它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很冰哦 哇塞 你看 这个大白天的 打灯 竟然有那么透 好可惜的一个石头啊 它浴化度是有的 主要是棉太多了 影响美光 每天一定分享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啊